好,下一套啦,下一套是一套,哇,我也不知道這套是什麼,其實我頂不上了,我完全頂不到兩季的,只有他們兩個頂到的,這套叫什麼,輪迴的拉格朗人,不是有一和二啦,輪迴的拉格朗人,這套東西很明顯就是買鴨村的了,不是買八項嗎?鴨村,正好戲裡面,鴨村的飲品出場次數,分分鐘被任何一個配角都更多,那叫鴨村的飲品,不是鴨村,那就宣傳鴨村咯。 其實現在就有很多地方政府和某套動畫合作做宣傳的,那這些東西就很common的,這個我要學喔,這個將會幫杭州搞這樣的東西喔,所以你要明白就是,作為一套機人片,大家都知道機人片破壞力的,就是東西可大可小的城市,輕質就沒了半個,大質就整個不見了啦,我幾乎,我以為你輕質就倒了政府總部,哈哈哈哈,輕質就萬人草地, 以我計算過的,在這套作品裡面,打過這麼多場大戰,講到好像世界末日,或者宇宙危機,令到整個世界,整個次元毀滅,鴨村受損害的都是一間學校,一塊田,還有一幢大廈,是。 那還差一個韜瓜華倒樓咯。 喂,這豈不是哲林主義咯? 那幢樓其實是沒有人住的,是廢屋來的。 是啊,連人都沒有死咯? YES! 而很多時候就是什麼呢? 通常那些墜機那些呢,跌落去呢,跌落去什麼地方呢? 要是跌落海邊,要是直接跌到海裡面。 不是,最後有一種的,本身消失了的粒子飯都沒有了。 粒子飯都沒有了。 所以就是說,這些就可能就是,始終都是講句啦,你和鴨村合作,你沒有來打人。 那個叫是不是壓穿力場呢?就是所謂的。 就不要打爛鴨村的嘛,不要踩的嘛。 那不重要的,那... 那重要的是什麼呢?請問。 這部電影的故事就講有三部叫,屋屎屎的機。 屋屎的機。 屋屎的機,是一個菲甲法航商來的。 咦,原來就是另一個變形金剛的故事來的了吧。 然後接著就講女主角啦,小元啦。 小元? 哈哈哈哈,沒有人是小型的。 又是魔法少女? 不是,他和魔法少女是沒有很多分別的。 就是叫Marco。 但是問題就是, Marco。 Maru,Maru,Maru就是對的。 Maru和巴珠。 偶爾和綠色的浩克斯就跌倒了。 就是駕駛完的。 總之,他就... 開頭的故事,其實... 我以一個好機人片去看這部故事。 外星人的故事。 不是,他就講到就好像這一部Woxy, 他叫他小駱, 的Woxy就跟他好像是一個命中的相遇。 就是很典型的機人片的設定, 就選擇了你成為他的駕駛者。 你就是選擇的。 對,他叫你有單身就有單身, 你會有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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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那些屋士放在印記上都很詭詭。 放在廁所裡。 首先, 警察員是屁股對嘗, 而阿蘭就是小福,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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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在廁所位, 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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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那都不是的,全部都是可以打針的位置,你BB打防疫針就打屁股,你有冬蛙豆腐打長心針就打胸口,都是打針打的位置 I.M.你果然不愧是I.M. 故事那裡就是很簡直,很典型機人片,突然之間外星人來襲,因為主角阿元就坐在這部屋屎上面 喔!魔女之夜了! 接著就說,成為地球唯一一個可以跟外星人打的主力軍 應該這樣說,在地球防衛少年 只有他可以操控到奇形怪狀的機體 因為他寫著,傳說是有三部屋屋,三部都已經落在地球人手上 應該落雙屋屋,真是 天園突破的顏面? 不要啦,那些不是日本畫的 接著就說,基本上因為外星人有類似AT力場的護罩 只有WOX才可以打得爆 嗯,這就是主角無敵論 我問主角打爆的機器,不是用超級武器 對啦,是那些什麼後頭的背箱 背箱,背箱,背箱,水斬 這麼大隻機器人玩這個 MMA 不如玩泳倉好不好? 而你說故事上面其實呢 我覺得所謂機人面就是他給不到那個緊張感就是 主角磅居,我覺得情有可原 因為本身條友都很尷尬的 即連那些外星人都很尷尬的 我真的很好笑,笑到滋滋 我說最初第三集那場大劍就是說 阿元就想用這個空手入白眼的絕技 接著這個愛星人的劍 然後他接了三次都不成功 三次都整把劍坑落機器人的頭 接著外星人就說 哇,難道這些是地球人的傳說中的絕技 是有些東西的? 是我不理解的 然後我就說,喂,你有沒有病 不是,趁你們笑的時候我講第二個 然後你知道,我忘記是主角還是誰了 他對另外一個敵方機器人做什麼? 酷頸 然後敵方假釋又很尷尬地說 為什麼他會對一個不懂得呼吸的機器人做酷頸 通編這些是地球人的傳說中的必殺 然後我想起這個 超爽藥裏面 普托哥車 為什麼這就是普托哥車? pop culture? 所以你說故事不夠緊張的東西就是 那些外星人 陪你點 我說你不需要明白地球究竟有科技 你打殘他就可以了 真是PhD 這班全部都 你說這班外星人智商高一點的話 全部的腦袋都被人搏過 傻啊 那些外星人智商高一點 你怕是人類造出來的複製人 沒有 哎呀 當時地球 第一次動黑師事件 地球引發了圖懷的機器 走了 然後多年之後回來地球 總之故事裡面就是 通常這些機械人 講到主角機那班 不是一些最新科技 就是一些傳說型的機械人 就可以直接毀滅整個地球 那你不知為何這部機可以找他整個地球 他自己沒事了 哈哈 不要問 你不要用三次元的智慧 則而二次元的世界 首先有開頭就是三個駕駛員 第一個就是主角阿緣 第二個就是外星人的公主 一個叫阿蘭的 外星人的公主就是天原突破 比較有 差不多 髮色也差不多 是啊 藍色那個 叫什麼勢力 藍色那個 你不要管 然後第三個其實都是 阿密波其實都是 跟公主那邊的敵對勢力 就是人類的 梅托里斯類似反抗組織那邊的 宇宙的反抗勢力 和正溪軍 你當可以叫做 OK 那 就拿了第三部的用作型 但是呢 開頭你打算說 是不是三部 很典型機人片就是 通常第三部都會被人搶走了 或者最後一部都會被人搶走了 被敵方的搶走了 然後你就會知道 他最終都會回來 然後就是三部人同時合力 但是這個行程 他就用了一閘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沒錯 然後他深入敵陣 然後就被人改造了之後 有新的技能 然後更加用一些技能 去打回這些壞人 那就真棒了 如果故事裏面其實就是 比較愚蠢的就是 所謂阿麥波的 所謂阿哥 然後就其實指使阿麥波 去拿了這個屋屎 他以為 阿哥說 有屋屎就好了 他就下了地球 拿屋屎 但問題是他拿來 他以為這樣幫阿哥 是阿哥不喜歡的 因為最大的問題是 當屋屎 承認了一個駕駛完之後 都是典型的 不可以換的 唉呀 有這些那麼屈肌的東西 設定了一次密碼 就不可以改的 個人專屬機械人 是 初必來的 阿哥說回來其實沒有用的 阿哥是 其實我不明白的 答問題是 她的妹妹其實是 叫做 叫做 對她阿哥是言聽計從的 其實只是用她 當然她的表現就說到 她阿哥好像故意想趕走她 我不明白 但我不明白為何要趕走她 其實去到最後 我都不明白為何要趕走她 嗯 不合的世界 不需要男人 說完 哈哈 唯一所想的理由 就是這個理由 不好意思 而你說第一季裡面 其實他主要是說 其實就是 去到屋屎第一次覺醒 因為其實 他說就是 當傳說裡面說 屋屎當如果完全覺醒的話 這個世界末日的了 沒有光碟 差不多了 其實 就會開了一個輪回 所謂的輪回 的能力 然後就會全世界 就會經歷一次 世界性的毀滅 嗯 就是這樣了 神秘之夜來的了 差不多了 那這場是什麼 政府總部吧 你要靠力場去頂著 你說一季裡面 其實比較簡單 其實就純粹只不過是說 我覺得很好輸 不是簡單 是兩面角色都是很低能 我反而想看外星人的低能 你講到我很想看 你經歸完低能也算了 地球軍那邊 就是那些島上的人 就是低能的 在上面外星人都是這麼低能的 但是這麼低能 就是沒有東西做的 而且也是很高科技 但是 所謂屋士的總部 前流在第一季裡面 慘到沒有朋友 起碼被人入侵了五次 不是 那五次都不是一些所謂的專門人才 都是只會走進去 不是吧 空城計 包括經歷外的姐姐 可以夜叉走進去 然後包括麥波 他走進去 那部屋士封印 放在那裡 然後摸摸 摸摸機器 拿摸摸機器的控制拳 然後他就走了 不要緊的,證明他們有緣份 內部就算了,外部就是一團糟的 每一次發生任何事,Wooks沒有接觸 聯絡過機師,怎麼辦?等我們 我覺得最划算的一個設定就是 故事裡面就是Wooks其實是連接了 司令室的一些設備 但是如果Wooks跟駕駛員同步率去到一定程度 所有東西都不會受司令部控制 暴走?不是暴走,是失去聯絡 而這句話在第一個裡面,北下幾乎 除了頭有兩次出擊之外,每一次出擊都會看到 Wooks的同步率超過了某一個程度 我們已經不受我們的控制了 不是,都遞鬼一樣的,Wooks失去聯絡 我們唯有商訊經驗完了,等,等 遞鬼一樣的,沒有變過情況 這個司令部是很奇怪的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他在Wooks裡面是收到電話的 為什麼他們不直接設一條直線給那個人打電話 他被集團打電話進去電話 我們看很多基人片,一些真實系的 其實比較真實系的就是 所有的控制裝置其實都是實 你舉些例子,全部都不真實的 你類似高達那些,即是開鎖,要出擊那些 那類型的東西,是要批准,要性的那些 其實都是要跟軍事制度一些的 強烈EVER,你都不能隨便拿出去 EVER還有Energy是有時限的 你拔了插槽之後就沒有電 GUNDAM去年代那些都有的 而他裡面的很多所謂的控制著Wooks的措施 其實只要是Wooks在處於一個同步率的高的狀態之後 就全部沒有效的 不是啊,最後第二季有段 沖上宇就救回三個主人 不管的,控制不到啊,接觸的了 阻住,阻止不到啊,飛走了 而且基本上那三部機其實是不守這個機地 他們只要想出擊他們就可以出擊 對,其實根本就是他們是大佬的 其實機地有什麼用呢,我也不知道 其實你當他們三隻貓吧 他都不當他們那些司令官是主人來的 他借你們,啊,我先散一散吧 所以機地就去擺一個格納褲,擺一個三個機 加點油啊,維修一下他們 你說第一季其實呢,偏向是真的介紹人很多 因為真的沒有故事 其實第一季真的超悶 因為他原本想做故事 不知道為什麼兩季回來就剪輯了 然後剪輯了 然後剪輯了 辛苦了 真的辛苦了 第一季他就以一個各自 各自翻回自己的星球 然後就作完結 解決了一個比較大的危機之後 阿源就覺醒了 然後機能就突然停止了 然後就說 解決了一個叫做世界的危機 然後各自就回到自己的星球 完了第一季 嘩,真是辛苦了 但其實解決了什麼呢 其實沒有的,沒有解決過什麼危機 其實我覺得 這是兩個不同集團之間的角力 如果用第一季我用悶來形容 第二季我用膠來形容 第一季已經交了第二季很難 首先第二季開頭 然後就很典型 第一季尾的時候就說 我們三個永遠都會是好朋友 雖然有兩個是有敵對勢力的 然後第二季一開始第一集 他們就打到七彩了 嘩,我覺得好像第一集 有點希望 有些東西看 然後他們一邊的理由就是 我不會讓你利用阿源 然後另一邊就說 我要用阿源去令到這個世界和平 就是八合 然後兩邊就在這裏 就是爭女 就是叫爭女主角 是,八合爭女 然後跟著呢 正確來說 應該說阿哥 阿蘭的阿哥 就好像要做 一些事情會毀滅 會毀滅到密博阿哥那邊的星球 所以要提示他們 總之你說是正規軍和反抗軍 兩邊就 為了各自的存亡 好像是 那就要去對抗 就被迫著這兩位好朋友 都要這個 都要去打 對 都要去打 都要去打 但是呢 下到地球之後 然後見到阿源 然後跟著 他們 開頭中 很有堅持 就說 沒辦法了 我們為了這個 人民為了這個世界 真的很偉大 說到就是說 我為了這個人民 我不可以 有情我都要放在一邊 然後跟著呢 過了不夠半集之後 阿源就說 沒事的 坐下一定可以做得到 打到運動服 然後跟著 他們就說 都應該是 坐下應該可以做得到 那你打來做什麼 是 他們打了這麼多 幾個魚腦 才打幾個魚腦 一句說話就解決了 然後 最終他們兩位外星人 就選擇了流亡在地球 他們就不回到自己的軍隊裡 跟情人私手 好過回去 阿哥那邊 對 算了 我想套租 幫你們說下去 當然 你說這套 為何澳大教 不是一般的教 基本上所有角色都是教 然後跟著就說什麼 好了 就說到 兩位外星人主角的阿哥 追妹 一條巿的眼睛 好像很有霸氣的藍色衣服 那個人是最傻的 最後才說 最後才說 然後跟著說他們兩個阿哥 然後跟著說 他們兩個阿哥 都是很好的朋友 都是這樣 為了我的人民 為了這個世界的和平 我決定犧牲我的友誼 去打我的好朋友 辛苦了 這個不算 後來地球方 就是阿元主力之下 兩個要和談的 困在電梯那裡 待一會 好 我們不打了 我們相信我們是朋友 我們不打了 那一刻還沒住的 那一刻就是說 我們都要 其實沒辦法 那時候就是說 不為了我們 我們星球的人民 因為他們兩個都是國王來的 為了我們星球的人民 我們就一定要打過了 沒辦法 沒得我們選的了 然後跟著呢 去到中段裏面 阿小元 見回 他們兩個 一個 一個是他妹妹 一個是他女朋友 就是他們 尤尼卡 對 這裡的關係之後 然後就 回到後 其實我們可以坐底聊 其實我們可以坐底聊 都是好像 剛才說兩個女主角 那時候 其實你們兩個可以坐底聊 然後就找一條女主角 你們可以坐底聊 然後他們兩個就有漁夢初醒 咦 其實我們可以坐底聊 其實他們被人死了老 但是 經買完的洗腦碟 好厲害 然後兩個就說 然後就說 我們好像很大結果 開出一個大團員 那樣 我們終於互相理解了 我是朋友 對 任何東西都可以扣和平的手段 去解決 對 你不需要出真槍去射人民 對 然後 然後 這裡 其實 好像大結局那樣 其實那時候是第八集 我也很奇怪 說 第六 第七集 只有 之後有些什麼做呢 然後 這些就是 搞笑的代表 就是 剛才才說完 一集 之前就說 她的哥哥 互相理解 大家說 我們可以坐底 走這個和平的道路 然後第二集 其中一個哥哥就說 你還讓妹妹 那妹妹那樣不關事 另外一個就是 阿蘭的哥哥 就說 其實 應該要打過 這才是正常的 這才是正常的智慧 老大 但她的理由是什麼 就是 我要打她原本就因為 我很討厭 我真的 那我們另外一個國王 其實我很討厭你 其實我很討厭你 很正常 表面和你握手 和你清清道地 背後摩巴多統領 其實我是很討厭 好討厭,但我丟臉說,哪裏有劇情說過你真她呢? 首先,你喜歡那女孩,她是妹妹,她是妹妹 很難說的喔! 又是興空,會空 而在那一集裏面,那女孩亦表明了她很喜歡你 那你究竟還有些什麼? 斬草除根 好妒忌,或者好討厭她,我真的找不到V實 然後呢? 秘密做些實驗,引返了克斯的輪迴現象的實驗 因為那晚的咪咪眼其實是一個二萬年前的人 跟魔女一樣啊,魔女一樣也是 那時候經過了輪迴之後 那她的經典,如果大家沒有看這套,不要緊 大家應該有看過一套比較出名的作品 在那裡,如果虛界,她交的程度是等於一的話 咪咪眼交的程度,起碼就等於三 三倍交 那也不是很交的,我幾乎說了十 她怎麼跟一個是轉轉眼,一個是咪咪眼 很難直接對比的喔! 她不只會轉的嘛!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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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那一集開了眼幾乎 你明白什麼? 這裡就說她誘導阿蘭的哥哥 成魔啦你可以說 引發了她內心的潛在負面意識 令到她很想殺死麥波的哥哥 嗯,是不緊要的 而她的目標是什麼呢? 就是因為她想引發多次二萬年前的災難 她的目標是想聽一次輪迴的聲音 不是啦,應該這樣 開頭就是啦 都有人問她,究竟 都是一個二萬年前的角色 都是一個 流到現在幫主角陣營的一個女角 就問她,為什麼你要引發多次世界每日 對你有什麼好處 然後她的解釋就是 其實我想聽歌而已 輪迴的聲音 沒錯 那接著 怎麼唱?麻煩DJ我們放這首歌吧 輪迴的聲音 但這首歌大概二萬年了 哦,金曲真情夜 哈哈哈哈 找個Gmimi來唱 是啊 喂,李隆基都可以 所以要Mimi 為什麼說她是去到虛界的三倍程度 就是 她要聽歌 然後接著 不要緊要 接著 然後到件事解決了之後 然後她說 突然爆發一個很有趣 沒所謂 我再等多一次 我再弄一次出來 然後 然後又一直買了 不如叫她買ipod算 我完全不知道這首歌 她做到是 一開始第一集 看到她的死人樣 都知道她是大魔王 那首歌 是很膠的 不,因為她聽的那首歌 就是經驚完 她唱過運動 她想聽那首歌 肯定不是那首歌 是 爆點 就是 看白癡 有機械人的 有機械人元素的 影片 我一定會硬 怎樣破壞 AGE這樣 我之後都會看下去 你不是看不到 我撐不到 我撐不到 不好意思 這套東西我捱得住 暫時AGE只有我一個人看完 但這套東西 我整體 我給出來的感覺 最大的問題 就是 機械人元素 那個機械人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 鎖匙 符號 純粹代步 代步 沒錯 要去太空聊天 就坐一部機上太空 要飛過來聊天 就飛過來聊天 其實我換了A380 可以嗎 飛機 換一張飛毡也可以 這麼厲害 因為你看到就算 不要說三部鎖匙 就算其他敵我身 那些軍的機體 有什麼特性 你不知道 有什麼武器 不知道 有什麼功能 不知道 不好意思 我什麼都不知道 其實真的 有什麼樣同 通常這些傳說型機體 我做一個對比的 無論是近期做的AO AO也好 AO也好 你會有一個傳說的故事 去做一個背景 做一個報警 說這件事究竟是怎樣 和為什麼你會被揀損 有因有難 有一個解釋 簡選的就是 You are the chosen one 因為你是主角 有些理由 都有些理由 但這套真的沒有理由 他沒有解釋過 因為開來有一個報告 就是說 小元摸著屋子的時候 很熟悉的感覺 不知道在哪裏曾經見過 有得這一句 通常都會有些故事 理論上應該是 當年他就把Nexter 扔的時候 動一下才救他 但是故事最後不是Wooks救回他 是他家車救回他 這問題就來了 他家車不是Wooks 但那個Wooks其實是屬什麼呢 想要出Figure用 但有 其實也不是很厲害 很噁心 故事 故事 其實一句說完 完全是膠 而你說機體的方面 其實 挺好笑的 那就是出一些膠的Figure 就對了 先不要論 敵方的機體 三部Wooks 其實純粹轉色 他對平衡有些不同 機體細部有些不同 整體設計 你細部的純粹裝備 所以那些武裝 加把電加槍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簡單說 你買彈珠人 以前的工具 有什麼分別 全部都是彈珠人 分別就是 他有隻貼紙 一個是呆板眼 一個是呆呆眼 這樣而已 貼紙不同 這個同類型 只是啤膠變了一隻色 所以你說 如果以機體 純粹看機體來說 完全不合格 一部機人片 即連主角機 你都沒有強烈印象 其實是沒有意思的 是 故事 剛才也說過 一個字 好了 然後就說角色 即是故事 不可以 角色可能也有些出眾的地方 或者令人深陋的印象 但是最深陋的印象 就是 教 不是 就是 咪咪眼 怎樣教 整套戲都是教 你看到驚乃員 對各國的外星各國的國環 我不妥理 收正拳打你 教 我想先停一停 大家 我現在 插了這套東西 我想用另一個角度來講 我撇除了他所有的膠 他現在作為代步的機械人 大家可以上網看看他的設計 都很流線型 很像電單車 你角度一對比 Rideback 即是另一套機械人 那個感覺是怎樣 我這方面 你就是講戰鬥畫面 那方面的東西 也可以 戰鬥畫面的話 你除了看到幾條線 在這裏 插來插去之外 其實很少看到這部機 真的有一個距離感的機械 大家看看 那三個路人甲月餅的機械 是怎樣打的呢 是肩膀射槍 但手腳是不動過的 是 如中的Gundain 也是這樣 就好像 剛才何故作 你真的可以看到一塊 不懂得動的膠 在那射了兩支機械 那種感覺 這些是超乎常理的東西 你不要用這些那麼膚恥的外體 不是 那你手腳弄出來做什麼呢 你手腳多餘的 你不拿出來 但跑得不是好很多 都很慢 不是啊 他要紮馬 可能要抓住拳頭 才逼到那些炮出來 死了嗎 要不要打個尿震 要不要打個尿震 所以你說 所謂的戰鬥感 固然他給不到迫力 而鏡頭處理方面 都是很純粹的 一閃流式 所以其實整套東西裡面 我不知道真的 我想看機械人也好 看女人 還是看這個故事 好 那個故事啊 到膠 但是不得不看這件事 屋屎裡面 他開始提升出力的 提升出力的主要原術 通常我們說這些所謂的力量原術 勇氣啊 愛啊 淚水啊 憎恨啊 這個友情啊 類似的東西 不過他也是一個創新來的 我都覺得 他提升屋屎的能力 說的是什麼 齒力 嗯 這個原來 真正整個故事是什麼呢 就是他不可以鬥膠 原來他是一個育成計劃來的 為什麼要找個女的駕駛師呢 嗯 是有原因的 他找個女的駕駛師 齒力十足 然後怎樣提升他出來 就是問你是不是處女啊 然後呢 然後呢 當然他全部燒音的 一大堆色情的東西 然後那女主角就覺得 很難為情 然後齒力提升 然後那部機器就提升出力了 哇 他什麼時候播的這套東西 半夜 半夜 1點多2點鐘那些啊 哇 真是辛苦你們兩位啊 真是 不過不然現在有買二 喜歡看這些東西的 我不喜歡看的 都只是講他的一無四處 那我們就講一下一套先啦 我們就講一下一套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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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講一下